但实质求是讲 在比赛里边我看出来了 一些内容 我没法说 包括裁判员的判法 我告诉你们 在我们这个足球行当里边 裁判是个大坑 去年这个 足协一把手说 怎么这一块说什么呢 说对外公开怎么处罚裁判员呢 判罚是怎么判的 对外公开 公开了几分 就有些比赛在吹的都成那样了 他为啥他不公开 他不敢公开 进到这个 窝里边之后呢 这个窝里边有一些事呢 他又 身不由己 得这么说 叫身不由己 你看看那个黄俊杰 那进去的时候说啥了 你看黄俊杰当时 对镜头说啥 采访的时候他说啥了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我妈 对不起我爸 我对不起我家 我最对得起的 就是竹蝎你爸 是啊 你心里边特别明白 但你身不由己 那场比赛你必须把我们那场比赛吹平 要不然青岛就有可能调急 我骂你了 你必须得骂回来我 因为你心虚 如果你心不虚 你是不会反骂一个人的 那不是你鸡眼了 那是你心虚了 那一场比赛 官方公布25个W 我告诉你们 最少最少得乘以十 那是 可能人家 可能是查出来的是这么写 还有没查 还有一些是自己一个下边捅过的 甚至还有一些 其他额外的奖励 前国脚徐亮在一个视频中如此称 那个黄俊杰进去的时候 说啥了 他当时对着镜头说 我对不起我妈 我对不起我爸 我也对不起我家人 我最对得起的就是足协那帮人 那一场比赛 官方公布25万 我告诉你们 最少得乘以十 这其实已不是徐亮第一次接中国足球的 盖子了 不久前 因为对自己未能进入足协教练员考级班 徐亮就公开声称 我是多想用实力去证明自己 我是报国无门 当年有教练因为我的庆祝动作 不让我进入国家队 这个行业有些部门烂到根了 同样 有些队员也不争气 甚至应该为人事表的教练员 也竟扯些闲淡 所以导致这个行业本身就没那么干净 有人说 徐亮这是对自己当年不被国足主帅高红波重用 以及现在考裁判被刷下而报复 其实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只要徐亮说的是事实 则都值得人们高看一眼 最起码 他还敢于说真话 在中国足球圈 要么大都是保持沉默 要么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保持一团和气 而像足球圈中人的徐亮这样 成了接盖子的吹哨人 却就少见了 比如 像徐亮说出当年裁判黄俊杰 何止拿了25万 最少还要乘以实的说法 如果此话为真 则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啊 在当年 250万元是什么概念啊 当然 说真话的人 往往难以落到好结果 或许徐亮是因为没落到好结果 所以才说了真话 而当他说了真话后 也很可能 未来更难有好结果了 以后在足球圈混 估计就要受到很多 很大的阻力了吧 可我们的足球 何以这么多年来 总是在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中恶性循环呢 到底哪些原因 才是最根本性的 或许 徐亮这样罕见地发出 接盖人 吹哨人的声音 才最值得重视和深思 否则 中国足球自我循环的怪圈 还会一圈圈地浪当下去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